幽人神谷震撼鼓声 拉开金藏演绎首场序幕 无量意法水颂故事从佛陀诞生 开始说起 唐美云各子戏团 全是西达多太子看尽世间病苦 决心出家修行 也为佛教奠基 2500年后的现在 佛陀精神不灭 此季五毛钱起家 大爱演绎剧团 还原经典 近来买菜 老板 我要给你买这种菜 不过 我要减买五角银 为什么减买五角银 五角银 可以叫人 我也要减买五角银 从文身就苦到四大置业起头 花莲慈激医院一砖一瓦花了七年筹建 一千五百一十六位演艺志工 有来自台北四个区 也有远从花莲北上 呈现众志成城之力 敦贵那个意义其实就是一种很恭敬 那必须要用很恭敬的心去呈现这个演艺 那所以其实体力上真的是大家也很用心 这一场里面等于就是盘点 实际58年 也就是从佛陀的一生到上人的一生 我觉得我们能够加入在这里面 真的是五等的光荣 当然会紧张 但是我们把自己的品质要求的比较好一点 把演艺献给大家 祝福大家都一切平安圆满 好汉的天空 北区场次一大亮点 刺激小行星和祈祷 由台北爱乐合唱团演唱 为三个小时演艺画下圆满据点 北加州102位志工恰逢30周年回台寻根 特别来观赏 每天念一瓶花花精 然后每天在成熏 都已经受益 觉得自己受益很多了 看了这个金藏演艺以后 更觉得对金藏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而且对慈祭有更深的那种 期许 就期许自己一定要做到最后一口气 我几乎是从头到尾眼泪一直掉 真的我70岁了 没有这样子感觉过 开始那个大家都合掌 你看那么宁静那种 那种感觉的 哇 渐渐又宁静 好像大家都同一条心 那个强烈那种那种心态 不能说到这里去去去去 音乐渲染力故事铺沉 重现历史惊天 要将善念广布全球 大爱新闻林怡婷谢启璇 台北报导